诗诗记第六章 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们 对着他们安营 毁坏土产 直到加萨 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 牛羊驴也没有留下 因为那些人带着牲畜帐篷来 像蝗虫那样多 人和骆驼无数 都进入国内毁坏全地 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 极其穷乏 就呼求耶和华 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 呼求耶和华 耶和华就差遣先知 到以色列人那里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我曾领你们从埃及上来 出了为奴之家 就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 并脱离一切欺压 你们之人的手 把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 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们 又对你们说 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 你们住在亚摩利人的地 不可敬略他们的神 你们尽不听从我的话 耶和华也和华的使者到了厄弗拉 你们同在 我们何止遭遇这一切事呢 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 耶和华 我又何止以色列人呢 我家在马拿西之派中是至贫穷的 我与你同在 你就必击打米店人 如击打一人 我若在你眼前蒙恩 求你给我一个证据 使我知道 与我说话的就是主 求你不要离开这里 等我归回将礼物带来 供在你面前 我必等你回来 鸡店去预备了一只山羊糕 用一衣法细面做了无效饼 将肉放在筐内 把汤盛在壶中 带到橡树下 陷在使者面前 神的使者吩咐积淀说 将肉和无效饼 放在这磐石上 把汤倒出来 他就这样行了 耶和华的使者伸出手内的杖 杖头挨了肉和无效饼 就有火从磐石中出来 烧尽了肉和无效饼 耶和华的使者也就不见了 鸡店见他是 耶和华的使者 还在 主耶和华 我不好了 因为我敌命 看见耶和华的使者 你放心 不要惧怕 你必不至死 于是 鸡店在那里 为耶和华 筑了一座坛 起名叫 耶和华 沙龙 这坛在 雅比尔谢族的厄弗拉 直到如今 当那夜 耶和华 吩咐 鸡店说 你娶你父亲的牛来 就是那七岁的第二只牛 并拆回你父亲 为八粒所竹的坛 砍下坛旁的木偶 在这磐石上 整整齐齐地 为耶和华 你的神 竹一座坛 将第二只牛 献为樊祭 用你所砍下的木偶 做柴 鸡店就从他仆人中 挑了十个人 照着耶和华 吩咐他的行了 他因怕 富家和本城的人 不敢在白昼行这事 就在夜间行了 城里的人 清早起来 见八粒的坛 拆毁 坛旁的木偶 砍下 第二只牛 陷在新竹的坛上 就彼此说 这事是谁做的呢 他们访查之后 就说 这是约阿师的儿子 祁殿做的 城里的人 对约阿师说 将你儿子 交出来好 制死他 因为他拆毁了 八粒的坛 砍下坛旁的木偶 约阿师回答 站着攻击他的众人说 你们是为八粒争论吗 你们要救他吗 谁为他争论 趁早将谁致死 八粒若果是神 有人拆毁他的坛 让他为自己争论吧 所以当日 人称基殿为耶鲁巴利 意思说 他拆毁八粒的坛 让八粒与他争论 那时 米殿人 亚玛利人 和东方人 都聚集过河 在耶稣列平原安营 耶和华的灵 降在基殿身上 他就吹脚 亚比尔谢族 都聚集跟随他 他打发人 走遍玛拿西地 玛拿西人 也聚集跟随他 又打发人 去见亚瑟人 西布伦人 拿弗塔利人 他们也都出来 与他们会合 基殿对神说 你若果照着所说的话 借我手拯救 以色列人 我就把一团羊毛 放在河场上 若但是羊毛上有露水 别的地方都是干的 我就知道 你必照着所说的话 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 四日早晨 基殿起来 见果然是这样 将羊毛挤一挤 从羊毛中 拧出满盆的露水来 基殿又对神说 求你不要向我发怒 我再说这一次 让我将羊毛再试一次 但愿羊毛是干的 别的地方都有露水 这夜神也如此行 堵羊毛上是干的 别的地方都有露水 诗诗纪第七章 耶路巴黎就是基殿 他和一切跟随的人早晨起来 在哈绿泉旁安营 米甸营在他们北边的平原 靠近茉莉刚 耶和华对基殿说 跟随你的人过多 我不能将米甸人 交在他们手中 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 说是我们自己的手 救了我们 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 凡惧怕胆怯的 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 于是有二万二千人回去 只剩下一万 耶和华对基殿说 人还是过多 你要带他们下到水旁 我好在那里为你试试他们 我指点谁说 这人可以捅你去 他就可以捅你去 我指点谁说 这人不可捅你去 他就不可捅你去 基殿就带他们下到水旁 耶和华对基殿说 凡用舌头舔水 像狗舔的 要使他单站在一处 凡跪下喝水的 也要使他单站在一处 于是用手捧着舔水的 有三百人 其余的都跪下喝水 耶和华对基殿说 我要用这舔水的三百人 拯救你们 将米殿人交在你手中 其余的人都可以各归各处去 这三百人就带着食物和脚 其余的以色列人 基殿都打发他们 各归各的帐篷 只留下这三百人 米殿营在他下边的平原里 当那夜 耶和华吩咐基殿说 起来 下到米殿营里去 因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中 倘若你怕下去 就带你的仆人普拉 下到那营里去 你必听见他们所说的 然后你就有胆量 下去供应 于是基殿带着仆人普拉下到营旁 米殿人 雅玛利人 和一切东方人 都布散在平原 如同蝗虫那样多 他们的骆驼无数 多如海边的沙 基殿到了 就听见一人将梦告诉同伴 我做了一梦 梦进一个大麦饼 滚入米殿营中 到了帐墓 将帐墓撞倒 帐墓就翻转心腹了 这不是别的 乃是以色列人 约阿世的儿子 基殿的刀 神已将米殿和全军 都交在他的手中 基殿听见这梦和梦的讲解 就敬拜神 回到以色列营中说 起来吧 耶和华已将米殿的军队 交在你们手中了 于是基殿将三百人 分作三队 把脚和空瓶 交在个人手里 瓶内都藏着火把 你们要看我行事 我到了营的旁边怎样行 你们也要怎样行 我和一切 跟随我的人吹脚的时候 你们也要在营的四围吹脚 喊叫说 耶和华和基殿的刀 基殿和跟随他的一百人 在三经之初才换经的时候 来到营旁就吹脚 打破手中的瓶 三队的人就都吹脚 打破瓶子 左手拿着火把 右手拿着脚 喊叫说 耶和华和基殿的刀 他们在营的四围 各站各的地方 全营的人都乱窜 三百人呐喊 使他们逃跑 三百人就吹脚 耶和华使全营的人 用刀互相击杀 逃到西里拉的摩哈士塔 直逃到靠近塔巴的亚伯米河拉 以色列人就从拿弗塔利 亚瑟和马拿西全地 聚集来追赶米店人 西殿打发人走遍以法连山地 你们下来攻击米店人 争先把守约旦河的渡口 直到柏巴拉 于是 以法连的众人聚集 把守约旦河的渡口 直到柏巴拉 捉住了米店人的两个首领 一名恶利 一名西伊伯 将恶利杀在恶利磐石上 将西伊伯杀在西伊伯酒榨那里 又追赶米店人 将恶利和西伊伯的首级 带过约旦河 到积殿那里 哥林多前书第四章 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 为神奥秘式的管家 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 我被你们论断 或被别人论断 我都以为极小的事 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 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 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 但判断我的乃是主 所以时候未到 什么都不要论断 只等主来 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 显明人心的意念 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 得着称赞 弟兄们 我为你们的缘故 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 叫你们效法我们 不可过于圣经所记 免得你们自高自大 贵重这个轻看那个 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 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 若是领受的 为何自夸 仿佛不是领受的呢 你们已经饱足了 已经丰富了 不用我们 自己就做王了 我愿意你们果真做王 叫我们也得 与你们一同做王 我想 神把我们使徒 明明列在末后 好像定死罪的囚犯 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 给世人和天使观看 我们为基督的缘故 算是愚拙的 你们在基督里 倒是聪明的 我们软弱 你们倒强壮 你们有荣耀 我们倒被藐视 直到如今 我们还是又饥又渴 又赤身漏体 又挨打 又没有一定的住处 并且劳苦 亲手做工 被人咒骂 我们就祝福 被人逼迫 我们就忍受 被人毁谤 我们就善劝 直到如今 人还把我们看作 世界上的污秽 万物中的渣子 我写这话 不是叫你们羞愧 乃是警戒你们 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 你们学基督的 师父虽有一万 为父的却是不多 因我在基督耶稣里 用福音生了你们 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 因此我以打发 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 他在主里面 是我所亲爱 有忠心的儿子 他必提醒你们 纪念我在基督里 怎样行事 在各处各教会中 怎样教导人 有些人自高自大 以为我不到你们那里去 然而 主若许我 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 并且我所要知道的 不是那些 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语 乃是他们的全能 因为神的国 不在乎言语 乃在乎全能 你们愿意怎么样呢 是愿意我带着行账 到你们那里去呢 还是要我 存慈爱温柔的心呢 诗篇第129篇 上行之诗 以色列当说 从我幼年以来 敌人屡次苦害我 从我幼年以来 敌人屡次苦害我 却没有胜了我 如同福利的 在我背上福利而耕 耕得离沟甚长 耶和华是公义的 他砍断了恶人的绳索 愿恨恶其安的 都蒙羞退后 愿他们像房顶上的草 未长成而枯干 收割的不够一把 捆合的也不满怀 过路的也不说 愿耶和华所赐的福 归于你们 我们奉耶和华的名 给你们祝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